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瞬间精神抖擞 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 提着鞋子随我一同来到大水塔 但我们被骗了 蓝车并不在 只有消音器人摸狗样地站在大水塔上 掏出手机向我们炫耀着自己的老婆和350万的豪宅 然而,我们才不关心这些 我们在乎的是蓝车的下落 消音器走到墙标插出一行字 9月5日,我差点忘了 那是他十年前课上去的 但我觉得这纯属是他一厢情愿 蓝车才不在意什么约定呢 这时消音器突然说 他知道蓝车的家在希拉姆 于是我们开车赶往希拉姆 坐在车上,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我叫法兰,从刚一出生 父亲就宣布我长大要做一名工程师 但是从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想做什么 那一天,我提着行李第一次走进皇家工程学院 与拉朱,蓝车被分配在了同一间寝室 小弟阿曼帮我拎着行李来到寝室 那时拉朱正在坟箱祷告 傍晚时分,我们这些新生依照传统 撅着脱光到只剩内裤的大定 恭候学长的解释 以此来表示对学长们的尊敬 这时,同样是新生的蓝车背着行囊走进来 学长把水倒进他的裤兜想的乖乖就范 可蓝车正在家哄笑的空单 溜回了寝室并锁上了门 学长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威胁他树到石还不开门就尿形伺候 蓝车在屋里快速捣鼓出了一个导电装置 从门缝顺了出去 学长见敲不开门,感觉很没面子 竟真的脱掉裤子对着房门吁吁了起来 可他的尿刚接触到汤勺就被电流击中 学长捂着下体痛苦的哀嚎着 我们顿时辅长大笑 蓝车帮我们出了口恶气 其实眼水可以倒电的时候连初中生都知道 但是我们都只是学了课本 蓝车却把它学以致用 第二天 校长带着他的鸟窝来到寝室楼 对我们这些新生进行入学训话 校长非常好胜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超越自己 为了节约时间 他衬衫用魔术贴 领带用挂钩 还锻炼自己用两手同时写字 每天下午两点伴着歌剧入眠 校长说杜鹃从不自己竹窝 他在别的鸟窝下蛋后 将其他鸟蛋推出去 因为这样就没有了竞争对手 人生就是一场竞赛 如果你不跑快点 就注定被别人超越 这时校长从怀里掏出一支笔 这是科学家赤字百万打造出的太空笔 它可以在任何温度 甚至施重重态下使用 这是当年我的校长送给我的 是成功的标志 他说 当我遇到一个同我一样优秀的人后 就把这个传给他 可32年了 我一直未能等到那个人 销音器对这支笔垂涎欲低 大家也纷纷举击手 表示想得到这支笔 此时兰车问了校长一个问题 为什么宇航员不用铅笔呢 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呢 话一出口引得大家笑声连连 校长一时语色 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小弟阿曼对兰车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即脱裤子向他致敬 当知道阿曼没钱读书时 兰车告诉他 想读书 问题的关键不是钱 而是校服 他掏出钱让阿曼选个学校 买套校服偷偷溜进去 兰车就是这样 他敢于挑战所有规则 在机械课上 教授让他回答积极的含义 兰车用偷俗幽默的方式 解释了自己的理解 然而教授却认为 他在华众取宠 显然教授喜欢销音器那种死记硬败的学生 然而兰车还想阐述自己的想法 但教授一气之下将他赶了出去 不允许他再上自己的课 于是兰车就去别的班听课 他喜欢研究机器 所有能拆的他都拆 有的能恢复原刀 有的他不行 还有另一个人 与他一样喜欢研究机器 他叫乔一 乔一正在研究一架无人机 可校长对此一点也不关心 甚至亲自告诉乔一的父亲 他的儿子今年无法毕业 因为他总是拖延功课研究那些毫无用途的东西 无论乔一如何解释 校长都无动于衷 明确告知不会给乔一延长时间 乔一绝望地扔掉飞机 兰车却将他捡了回来 想与社友们一起帮他完成这项发明 然而拉珠却不想 学业繁重 拉珠已经自顾不暇了 兰车却告诉我们 又学会给自己勇气 拍着胸口说平安无事 可当兰车把飞机调试好 却发现乔一已不堪重负 在自己的寝室上吊自尽了 送走乔一的那天 天空下着小雨 乔一的父亲趴在儿子的棺材上老泪纵横 久久不肯离去 兰车走到校长跟前 含沙涉影地说 是你逼死了乔一 第二天 兰车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 他就把校长深深引以为傲的丰功伟计 说成没有意义 校长简直快要被气疯了 拽着兰车来到阶梯教室 命他给大家讲课 兰车并没有退缩 拿几书装模作样的 在黑板上写下两个英语单词 给大家半分钟来定义 之后兰车说 当我问你们这个问题时 你们都陷入了一场疯狂的比赛 这样即使你拿了第一 你的认识并没有增多 多的只有压力 这里是大学 不是高压工 校长打断了他的话 让他解释这两个词的含义 兰车却说 这两个单词根本不存在 是我和拉朱两个人的名字 校长感觉被耍了 质问他 你就是这么教工程的吗 但是兰车却胆达包天的说 校长才在教工程了 我只是教您怎么教书 我相信总有一天您能学会 因为我不像您 我不会放弃我的岔声 说吧 拿起书包一溜眼跑没眼了 校长恼羞成怒 给我和拉朱家长写信 让父母给我们压力 远离兰车 果然他的信 如原子半单投到了我家 兰车陪着我们一起回到家 我父亲开始给他上课 但兰车却指着我的摄影作品好奇 但老爸说 我一摄影从94分掉到91分时 这货竟乐呵呵的问我老爸 为何不让我去学摄影 老爸当时就给他做了衣 请他高抬贵手放过我 我们连饭都没吃就被老爸赶了出来 拉朱家更惨 他家如同50年代的黑白老电影 父亲瘫痪在床 母亲咳个不停 还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姐姐 家徒四壁 生活拮据 他的母亲还抱怨个不停 气的拉朱跑了出来 于是我们仨人只好饿着肚子压马路 正巧碰上一家人正在办婚礼 兰车便带我们混进去 吃霸王餐 这时兰车看到一个男人 正因为女友戴的手表旧 喋喋不休的嫌弃他给自己丢人 于是趁男人与别人聊天时 兰车拿着一捧鲜花来到女孩面前 建议女孩与男友分手 说你男友只是个价格标签 他会毁了你的生活与前途 不经对方反驳 兰车就把薄荷酱倒在了男人的鞋子上 果然男人当众破口大骂 说自己的鞋子花了三百刀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女孩叫B雅 她竟然是校长的女儿 第二天校长就把我和拉朱 调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说兰车的父亲是个富豪 和我俩不一样 校长想以此来分裂我们的友情 让我们搬去消音器同住 再和兰车混我们的考试都得不及格 拉朱不堪压力 搬去了消音器的寝室 消音器每天苦读十八个小时 全靠死记硬背 考前为了拉低别人的分数 竟悄悄把色情杂志塞进同学们的寝室 于是兰车略识小记 在消音器的发言稿中偷换了两个词 结果在开大会那天 她果然一字不差的死记硬背 把同学们斗打前仰后合 此举也使校长在教育部长面前出进了阳校 于是当天晚上 愤怒的消音器爬上水塔 用酒瓶碎片在石柱上刻下了那天的日期 单方面与兰车约定 十年后来此见面 一蹶高下 看看哪种方式更能取得成功 这一天 兰车和阿曼走在街上 突然被校长的女儿碧亚拦住 质问兰车为何故意修改发言稿 让父亲当中出球 兰车说 因为你父亲是在办公场 批量培养像你男友苏哈斯一样的混蛋 还说 碧亚的男友并不是真的在乎他 只是借机包装自己而已 于是 兰车故意摘掉了苏哈斯为碧亚新买的手表 果然 当苏哈斯得知 女友的表丢了后大发雷霆 将碧亚狠骂了一顿 她的表现正是了兰车的话 这时 兰车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她拜托当医生的碧亚帮忙去看一下病人 原来是拉朱的父亲 碧亚看过后说 必须尽快住院治疗 可印度的救护车实在太慢了 于是 兰车牙一咬心一横 把拉朱的老爹当成火腿肠一样 架在俩人中间 开着摩托冲进医院 拉朱得知消息后 坐着摩迪赶到医院 刚要冲用摩托拉父亲来医院的兰车发火 就听到医生说 幸亏送的及时 再晚来一点 就回天乏术了 得亏是用摩托车送每等救护车 尽管明天还有考试 兰车一样愿意留下来陪伴拉朱 她说考试有的是 但爸爸只有一个 我们不会丢下你父亲不管的 拉朱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知道自己错怪朋友了 兰车帮她逝去眼泪时 自己的眼眶也红红的 送碧亚出门时 兰车祝贺她 你终于可以独立 戴上妈妈留下的手表了 碧亚动大了双眼 不知她是怎么猜到的 在姐姐结婚的重大日子里 你穿着闪闪发光的新衣 就戴着这样的手表 所以 碧亚第一次遇到 能读懂自己内心的人 那一刻 她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男人 次日一早 碧亚主动赶来医院 替我们照看拉朱的父亲 让我们三人赶赴考场参加考试 尽管晚了半个小时 但总算进了考场 到了放榜的日子 拉朱和我一个倒数第一 一个倒数第二 蓝车却得了第一名 学期结束拍照那天 蓝车对校长说 成绩是个人隐私 不该公布 蓝车还赌定的说 我和拉朱肯定能找到工作 校长却和她打赌 如果我俩能应聘成功 她就刮掉自己的胡子 回忆暂时告一段落 十年后的现在 我们驱车来到蓝车 位于拉西姆的家 但是眼前这个蓝车 显然不是我们的朋友 于是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下 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我们的老友本名叫 赤侯特 她是花江的儿子 父母去世后就住在蓝车家 在周围打打零工 跑跑腿 但是她对学习充满了热情 穿着蓝车的旧校服 溜进学校听她喜欢的课 于是蓝车让赤侯特帮她做功课 替她考试 但是只包不住火 直到有天 这事穿了帮 蓝车的父亲很有诠释 她不想让别人在背后 嘲笑自己儿子是文盲 于是将错就错 让自己的儿子蓝车去伦敦待了四年 车侯特都替她上完大学 考取学位 虽然车侯特答应 获得学位后 与他人断绝一切联系 但她坚信 某日 肯定会有两个白痴来找我 于是蓝车给了我们她所住的地址 我们向拉达克使去 为了方便叙述 请允许宇哥我仍然叫她蓝车吧 毕业前的大会上 校长登着全体师生的面 羞辱我和蜡烛 晚上蓝车陪着我俩一起喝酒 蓝车和我咒骂着校长 蓝车去笑我们 说她之所以能考第一 是因为她对机械有热情 她说我的热情在摄影上 她翻出我书包中那封 我五年前写给最爱的野外摄影师 一万的信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我才被迫学了工程 但蓝车说 她热爱机械 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因为你懦弱 惧怕未来 蓝车指着圣环比手指还多的蓝车说 带着这些压力 怎么可能专注得了 但我俩嘲笑蓝车 恐惧 虚假 这两个缺点明明您也有 我俩与蓝车打赌 如果她敢向碧亚表白 我就跟我老爸摊牌 对她说我要改学摄影 蓝车则会在招聘前摘掉手上的圣环 为了我俩 蓝车竟然真的带我们去了校长家 她在一片漆黑中 向碧亚浪漫的表白 最后才知道 自己握的其实是碧亚姐姐的手 一旁的碧亚都听得开心不已 我和蓝车喝高了 在校长家的信箱前撒尿 但逃跑时校长发现了蓝车 我们仨躲在阶级教室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校长找上门 蓝车仍未清醒 我和蓝车示意她别说话 但她却酒后失态 醉醺醺醺地说起了胡话 消音器还把空酒瓶滴了上去 蓝车一到校长办公室就完全清醒了 校长命她退学 蓝车则哭着恳求她 说这回要了自己老爸的命 求校长再给一次机会 校长说 除非你能作证 昨天蓝车也在场 我就可以开除蓝车放过你 一边是学业 一边是父亲的救命恩人 自己的挚友蓝车 蓝车无从选择 她登上校长办公室的窗户 纵身跳了下去 蓝车满身是血的骑骑摩托 给救护车开道 我们把蓝车送到手术室抢救 万幸的是她被救活了 不幸的是她成了没意识的植物人 蓝车没日没夜的陪在身边 不断的与她说话 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她 但无论怎么做都没效果 直到蓝车拿出蓝车姐姐的照片 骗她说 我愿意无条件 娶她嫁不出去的姐姐 蓝车才终于有了反应 为了庆祝好友的病情好转 蓝车兴奋的向身边 所有人分发点心 蓝车看到后 激动的与她抱头痛哭 在大家的悉心照顾下 蓝车终于出院了 按照约定 她摘掉了所有手上的圣环 蓝车还偷偷帮我 把书包中的信寄给了那位摄影师 伊万很喜欢我的作品 邀请我做她的助手 去巴西热带雨林待一年 我自然十分开心 可一想她老爸 我就打了退堂鼓 蓝车鼓励我 让我开诚不公的 与父亲谈一次 不然会抱憾终身的 于是我鼓起勇气 回到家中 父亲非常震惊 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把蓝车一直放在我钱包里的 双亲照片拿给父亲看 告诉他 我不会和拉珠一样自杀的 我只想说服爸爸同意我的想法 最后老爸不仅同意了我的决定 还把刚买的笔记本电脑退了 准备送我一台好相机 告诉我 只要缺钱随时说话 而拉珠也在面试中 用自己坦诚的心 赢得了考官的理解 他面试成功了 当我推着拉珠出来时 蓝车和毕亚 正在焦急的等待我们的好消息 我们俩人脱掉裤子 对我们的精神领袖蓝车 献上最崇高的敬意 他得志后激动万分 转过身去抹着眼泪 赌输的校长只好剃掉了胡子 遭到了女儿们的嘲笑 为此他对拉珠怀恨在心 扬言要亲自出试卷 让他毕不了夜 毕亚偷偷来到我们的寝室 把他老爸办公室的备用钥匙给了蓝车 告诉他试卷在红色的信封里 蓝车还拒绝了毕亚的主动求婚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原因了 因为他的身份 不允许他娶自己爱的女人 此时我突然想起来 蓝车的消息还没有通知毕亚呢 我打电话到毕亚家 在夺知今天是毕亚和苏哈斯结婚的日子 我们要在宣誓之前把毕亚抢回来 于是我们开了255公里奔赴马那里 将即将完混的毕亚变成了逃跑的新娘 在过去的24小时 我迫降了一架飞机 差点把别人的骨灰倒进马桶 并让一个新娘从自己的婚礼上逃婚 全是因为蓝车 但他也一样 会为朋友做任何事 当年他担心蜡烛考不过会再次寻短剑 竟然违背原则带着我去校长的办公室偷试卷 没想到我们从办公室给毕亚打电话时 手机恰巧被校长看到 于是他跑到办公室来抓贼 但那时我们已经离开 可精明的老家伙已从蛛丝马迹中怀疑到了我们 其实当我们把复印的试卷拿给拉住时 他根本就没看 他宁愿不毕业 也坚决不用这种方式 他又靠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 没一会儿校长就带着保安闯进起事 他拾起了柔作一团的试卷复印件 愤怒的举起伞横横的打在蓝车身上 他宣布我们三人被开除了 他回到家质问毕亚钥匙的事 毕亚重认是他给我们的 便对他说出了弟弟自杀的真相 你儿子并不是掉下火车死的 而是因为被你逼着做什么工程师 最后我才选择了自杀 说完毕亚便哭着贸易离开了家 没过多久 毕亚的姐姐莫娜开始公缩 还破了阳水 但因为大雨倒是市区交通瘫痪 家里的车子被困在雨中无法前行 当我们三人背着行囊准备离开的时候 蓝车发现了莫娜 毕亚打电话让兰车帮莫娜接声 我们把莫娜抬到乒乓球台子上 毕亚在医院通过摄像头指导我们接声 校长刚要发动 毕亚让他别插手 但此时莫娜以精疲力竭 需要借助真空吸盘才能将宝宝吸出来 兰车说 他可以做一个出来 偏偏这时又停电了 但兰车并没有放弃 他震惊自若地吩咐我们 取来了自己发明的混流器 和所有车里的电池 电线 真空仪我们开始了分工合作 兰车把皮老虎的一端切下来 与吸尘器相连 制造出一台简易的真空吸盘 电源的问题解决了 真空吸盘的力度也控制好了 毕亚在电脑的另一端直到的拉住 一起帮莫娜向下推肚子 宝宝终于被吸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 可孩子为什么不哭呢 当我们所有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 兰车号召大家一起说 平安无事 于是在大家的齐声鼓励下 宝宝终于发出了坠地后的第一声啼哭 所有人都沸腾了 校长连爱的接过自己的小外孙 哭着说 踢得好啊 想当足球运动员吗 做你想做的事吧 兰车抱起行李准备默默离开 校长追出去喊住了他 哽咽着说 入学第一天你问我 宇航员在太空为什么不用铅笔 如果铅笔尖断了 或因为没有重力浮在空中 进入眼睛里 鼻子里 仪器里 所以你错了 你不能总是对的 这支笔是非常重要的发明 我的导师曾告诉我 当你遇到一个杰出的学生 说着他把那支笔 别在了兰车的衣服上 去吧 学习去 通过考试再离开 所以兰车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年度学生奖 那天我们发誓说 每年最少相聚一次 但没想到 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当我们一行人来到拉达克的学校时 看到孩子们正将自己的一个个小发明 运用到生活中 我们确信 兰车一定就在附近了 真没想到 从今那个拎包的小弟阿曼 做了兰车的助手 他说 兰车一直都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们 他看过我出版的所有摄影书籍 每天都会登陆拉筑的博客 当我们找到兰车后发现 当年的兄弟情一点都没改变 我们笑骂着抱在一起 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那个 有四百项发明的科学家旺都 他既是科学家 又骄俗欲人 消音器不禁甘拜下风 望尘莫及 这是一部有关友情 亲情 还有教育的喜剧片 却让很多人看后默默落泪 阿米尔汉 用他的幽默诙谐的演技 再次征服了所有观众 全片没有一句说教的成范 却令我们看后受益匪浅 带给我们思考与启发 或许有朝一日 我最后的感想也能做成喜剧风光 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吐槽我总说教了 有时我会向粉丝们有意无意间透露 我的朋友很少的事实 这时会有人告诉我 朋友不再多 而再精 诚然 人生的路上能有一位像蓝车这样的朋友 哪怕只有一个 足矣 他乐观开朗 有创新精神 不被任何规矩所束缚 敢当众质疑老师 顶装孝道 大胆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即便不被老师认口 并被轰出课堂 蓝车仍能笑着拍拍屁股上的尘土 厚着脸皮换个教室继续学习 为了好友的家人 蓝车明知可能会被他误会 埋怨 仍然连想都没想就拉着他病危的父亲去医院 还为了他去校长办公室偷试卷 怂恿好友换专业 坚持走自己的路 做喜欢的事 冒着挨揍的风险告诉毕亚 那个渣男并不在乎你 你不能嫁给他 还帮又开除自己的仇人的女儿接生 这年代 敢讲真话的人不多了 因为真话有时很伤人 也很容易得罪人 若他能听得进去还好 若听不进去 有劲 绝交 众叛亲历 后果不堪设想 有时候 还会遭到不怀好意之人的诋毁 歪曲本意 这一点宇哥深有体会 因为我视频的最后 会有些自己的想法与观点 有时因为时间原因 我没有把话说的太详细 也不可能做到像小学老师一样 把明明一句就能说清楚的话 扩展到十句来说 所以很容易遭到一些心理扭曲之人 以及同行水军的恶意诋毁 我明明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非在评论里以小人之心夺宇哥之父 乱带节奏 所以我深知做这行的不义 以后我发表言论时也会更加谨慎 但不管怎样 我都会一直说下去的 因为真话有时也许很伤人 但如果你能听进去 他真的能帮助你 也希望大家能像我一样 努力说更多的真话给身边的人 也许他们会误解 一时不能接受 甚至有劲 但宇哥相信 大部分人都能感受到你的真吵 相比交一个虚伪 天天对你阿谀奉承的朋友 敢直言劝谨 不惧祸意 大胆揭露你缺点 帮你进步的朋友 才是最值得交的朋友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多交值得交的朋友 多看声音好听 讲得又好的宇哥讲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 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拜谢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